我們拜天公是以為做救人人的靈魂 我們救人人的靈魂 始有繼續創造新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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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只都不知道要做新的靈魂 還能解釋 我們一投胎都未投胎了 哪個人是以前的靈魂 我曾經聽過 有做新的靈魂 有 有 沒錯 新的靈魂有出來都是少的 那些淘汰的靈魂都救不了 所以要拜託 第一 我們要想什麼 不可以讓靈魂已經受苦的淘汰 所以我說的是 天公 我們要求靈魂 要求靈魂給歷代祖先 是為了做錯事的 要求靈魂原諒 去盆市減去 二位應該要求靈魂 比較好的地位得不到 我不會說 被投胎 我們要求一個美的地位 給天堂 希望他沒得不消來投胎 不過我坦白地跟你說 他若受了苦 落回來投胎 所屠是投胎 一路投胎 這只是 到你的歷代祖先 都有一排給你要求 你按要求 到你的餘虐 到你的執子 到你的執子 你的執子 全部一路要求 你執著什麼要求 萬一你有做錯事 你一定都要求給你 教他們方式的要求 不可以讓那些歷代祖先 落你投胎 最好就是不好 好吧 新的靈魂 是說前方 後面 全部人正式正式拜個天空 拜個創物者 那些全部想好 看好 聽好 講好 做 不是那些新的靈魂 繼續來的 都會想好 看好 講好 做好 會騙騙別別 這樣放開 投胎 這是後面做人 做了人 反正就要上天堂 最好就不要下來投胎做人 天堂是沒有頂 沒底 是沒有頂 我也有點 除非要求 在聽說